Hello 享用猪的宝宝们 你们好 我是李同 之前有很多粉丝宝宝们问我 就是每次私服搭配的猪宝都是什么牌子呢 今天呢我就想专门录一期 推荐一下最近我经常使用的一些时髦的猪宝单品 以及如何用不同的单品搭配出一些不同的风格来 第一个首先要介绍的呢 就是我现在脖子上戴的这款超级美的 它是Tiffany Headwear 系列 它的是这种你们可以看一下 是这种链环的设计 这也是我最近佩戴次数最多的一个系列 它不同于其他经典款的质感 这款猪宝呢是无论从它的设计到理念 都是非常非常具有摩登和先锋感的 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设计感很强的一款猪宝 你像我今天穿了一个T恤 然后下面穿了一个牛仔裤 穿一个帆布鞋 就整个搭配起来就是又简单 又很有亮点 就是感觉休闲中透着一丝精致的一身total look 其实很多宝宝们经常困惑 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搭配 对于我来说 其实了解我的粉丝朋友们 应该知道我很喜欢简单的四副穿搭 我觉得越是简单的穿搭 越需要这些搭配性很强的这些单品来去点缀 然后穿戴好一身配戴好 就会有bling bling 换人一新的感觉 为什么我今天特意着重给你们推荐 这个Hardwear这个系列呢 也是因为这一套 它可以搭配出很多种不一样的风格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解锁一下它有几种不一样的风格 像今天我戴的这一款 恋环项链搭配同系列的这个手链 对它就会有一个呼应的作用 就显得整体上非常的帅气 非常的干练 我们日常 比如说出去逛街 出去约朋友吃饭啊 下午茶什么的 就是配一副眼镜 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酷 非常非常的有范儿了 配上这种球形的耳坠 它会有一种非常优雅 非常小女人的感觉 也可以搭配西装来平衡一下 就是会有又酷又甜的感觉 日常我们也可以配小裙子 反正不管你是哪一种风格 都可以在Tiffany Headwear这个系列 搭配出属于你自己的风格 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系列呢 应该是大多数女生都非常迷恋的 首先反正我是这样啊 就是这款 这个就是Tiffany Atlas X系列的戒指 像我一共呢 是收藏了这两款 我平时戴的话 食指戴一个 无名指戴一个 当然了 我觉得它也可以这样 迭代也是非常好看的 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组合 就看你心情 你想迭代就迭代 想分开戴就分开戴 总之呢 可以根据我们个人喜好 去来做搭配 整体上呢 这款就是细节上 做的特别特别的精致 因为它是 看一下 它是罗马数字的设计 戴上呢 会显得这个棱角更加分明 会显得手很细长 很干净 我一般呢 都会再也戴一个 这个T1系列的白金手镯 这样一套呢 就完美的诠释了一个 精致的女孩的细节 其实从珠宝的搭配上 也是可以表达出 我们个人的一个 时尚的态度 很好的诠释出 摩登典雅又自由的 一个个人的风格 像我刚刚佩戴的 这款T1系列的手镯呢 其实我还收藏了 另外一款单品 就是这个黄金戒指 而且我觉得从这个颜色上来说 白金和黄金的款式 都是非常非常百搭的 而且黄金更复古 白金呢 就会更年轻化一些 也可以多去探索一下 不同款式的混搭效果 Tiffany T1这个系列 是我了解这个珠宝品牌以来 就非常非常钟爱的一套 它因为它极简的设计 可以唤醒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 对珠宝的渴望 相信没有哪一个女孩子 会拒绝这种 嗯 不拎不拎的珠宝吧 对不对 这款搭配上来说呢 就会更游刃有余一些 就是新手小白 也是完全OK的 一般我会选择 这款手镯 搭配上 Headwear这个 系列环的手链 我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呢 再戴上这款 T1系列的戒指 我觉得是 又帅气又优雅 哇 这就是心中的白月光 看一眼 我觉得无法格审 OK 我今天就 介绍到这里了 但是 不知道看完这期视频呢 你们有没有 对于珠宝的搭配 多那么一丢丢的感悟 嗯 我希望每个女生呢 都能选到一款 既适合自己 又能绽放独特魅力的 Tiffany珠宝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 都说Tiffany是 浪漫的代名词 在这呢 我就希望 所有的女孩子 都可以收获到 最好的自己 嗯哼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美丽 嗯 OK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拜拜 我们下回见